观众朋友大家好 昨天白宫宣布暂停外国人移民美国 广大观众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今天我们邀请谢震权律师 她是我们亚特兰大华人中的一个非常资深的律师 请她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震权律师好 刘总好 谢震权律师 你认为这个法案将会给哪些人产生影响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这样的 这个严格讲的也不算个法案 它就是一个公告 就是总统北共发了一个公报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就是说前天晚上四点零六分的时候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推特说 为了抵抵看不见的敌人的攻击 或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 我要签署一个行政命令 然后暂停移民美国 所以昨天美国白宫就发布了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就是实现这个推特里面说的内容 其实这个公告的发布完了以后 我们看了以后 对移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他受影响的人是非常有限的 哪些人会受影响呢 就是说现在人在国外的 就是美国之外想移民美国的这些人 他没有拿到移民签证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 你回美国的一些你新的文件 这些人是不能移民美国 这个是多长时间不能移民美国的 这里面限制只有60天时间 这个60天时间是从4月23号晚上11点30分开始 60天 所以这个限制的话 对于美国的话 在美国的人 已经在美国的外国人 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 他受影响的主要是针对美国 在美国之外的一些想移民美国 而没有进来的人 那么这些人的话呢 实际上现在看的话 就是卡了一批人 让他进到美国 这个行政命令的实际上 我看成是什么呢 看成是前一段时间对美国政府 发布的就不让外国人进到美国的一个延续 那个那个行政命令呢 是不让 就是说外国的这个非移民身份进到美国 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呢 就扩大一些范围 就是说你除了非移民以外 那些想移民美国的这些人 也不要也不要这个 暂时60天之内不要进到美国 那么从这个条案来讲的话呢 很多人是不受限制 除了在美国这些人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在这个一些人呢 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担心啊 说我们拿了尼卡达 现在在国外没回来能不能进来 这个是他们是可以进来的 还有些人 尤其是现在美国工作的 尤其是这次H1B抽签 抽中的 这个是不是说我们工作签证都没有了 也不是这些人也不受限制 那这些人受什么限制的 这些人如果他拿了工作签证 或者现在正在美国工作的这些人 如果离开美国 他再回来就会受到就会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这些人呢 现在为了安全起见的不要离开美国 那么美国公民的这个子女 会不会受到影响 不会 美国公民的配偶也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除了这个工作签证以外 还有这个婚姻家庭移民会不会受影响 那刚才说了 其实这要看婚姻家庭移民是什么 是什么类型的 如果他是和美国公民结婚 但是在他现在想到美国来结婚 或者像拿了签证的话 很可能他进不来 因为他有移民签证 但他如果是人也进来 那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家庭移民的话 如果是你兄弟姐妹移民 你拿了签证了 是这上面讲的说有移民签证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可以进来 如果你没拿了签证或现在你 现在终于要去签证 肯定你进不了了 因为实际上这个禁令已公布以后啊 我想美国 美国驻外的领事馆 像广州领事馆 基本上停止了 办理美国移民签证这个业务 也就是他实际上是拿不着了 对不对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话 是不让非移民进来 现在的话又要不让移民进来 也就是移民签证拿不着了 实际上这些人的话呢 不受什么限制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人 使用范围是非常宅的 那么还有一批人的话会担心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这些人是办那个投资移民的人 那投资移民人可以放心 1比5 对1比5 那么1比5条例的这些人呢 也也不受影响 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看的话 影响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没有大部分人没有影响 大家不用惊慌 你比如说读书的 他现在回到国内去了 他再回来 不可以了 不可以的 回不去 不要回去 你有绿卡的没问题 你回去还可以再回来 都可以 避难的政治庇护的这些人 不受影响 这些人不受影响 这些人虽然没有移民签证 因为他们是属于国际公优的管辖 所以他们真的有这种灾难的话 他还可以到美国 这里面已经明确说了 这些人不受影响 好的 谢律师 你作为一个资深的美国专业律师 然后你觉得还有什么信息 能和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我呢 就建议的就是说 想移民美国的 对吧 不要受这个影响 该做什么 做什么 就是准备申请 还积极准备 因为你就算是你现在准备交 你现在交上去 他他只说不让移民 并没说他不让申请 也就是美国移民 旗照样还在工作 总而言之 就是说 目前这个 移民禁令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 不是特别大 也不用过分担心 所以 好好生活 这个好好工作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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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